记者中丽华台北报道,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今天在台北举办台港物流及配销通路合作产业座谈会。 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致辞时表示,香港日前与东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让台湾与香港物流业的合作成为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助力。 当前可说是双方物流业共同开拓东协市场的最佳时机。 张晓月表示,台湾是香港第三大贸易伙伴,香港是台湾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关系非常密切,台湾出口总额有13%是销到香港,香港在台湾经贸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张晓月指出,从事物流业就是要尽其用或唱其流,仍尽其才,智慧与创意,想法是最重要。 今天大家齐聚一堂,促进促进台湾与香港间的物流有正面意义。 他还形容物流就像武侠小说形容的天下武功为快不破,对商机掌握要快,很准,这些大家都有切身的体验。